弟兄姐妹早安 我们来读罗马书十二章 十七节最后一段 十七节 不要以恶报恶 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 若是能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亲爱的弟兄 不要自己伸冤 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因为经上记者主说 伸冤在我 我必报应 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 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 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 你不可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那弟兄姐妹 你就看见 在前面讲到 我们还没有得救以前 我们不要讲说以善胜恶 我们根本就是完全是 完全都是不行的 可是你又看见 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神的生命 主耶稣的生命 进到我们的里面以后 因为看见我们开始可以 我可以开始做 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要以善胜恶 不报仇 不报应 你知道这一段圣经 前面就讲到教会 内部的 我们跟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关系 现在这一段 现在这一段讲到我们 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跟这个世界的这个社会 我们应该怎样来面对 面对 那这个许多地方 这个世界许多地方是不公不义 这个环境是这样子的 那你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应他 那这个上师的偏心呢 同事 真功 甚至还陷害我们 那弟兄姐妹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 那这边就告诉我们说 不要以恶报恶 这样 这个 这个 我们这样做 我们不是吃了很大的亏吗 那弟兄姐妹 这是世人的方法 世人的方法 那我们不要 我们就 我们要永远以恩慈待人 那这个 圣经告诉我们说 众人以为美的事 我们要留心去做 那就是多走一礼路 在让 让这个 就是 大家就是 觉得 就是要公平比较对 所以大家都要 都要轮流做 那所以这样 比较公平 比较公平 那弟兄姐妹 其实 我们愿意 多吃一点亏 那弟兄姐妹 其实 上帝就来报答我们 有一个姐妹 她上班 觉得办公室还蛮干净 可是那茶水间 因为没有人管 没有人管 所以茶水间 是最脏的地方 这个喊一趟一趟糊涂 那她 她去了几天 她看见那情形 她就去 她就 不关她的事 她就在下班的时候 她就先去 把她 把她整理 整理干净 那所以 有人呢 这个就说 你是基督徒吗 奇怪 她也没有讲说 我是基督徒 可是她这样去做 人家就说 你是基督徒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神 虽然 这个都是 也许 其实都是 举手自老 是不是 那我们开始去 做一些别人 不愿意做的事情 那这个 上帝呢 就会 你会觉得上帝 很喜悦你 喜悦你 我一次在飞机上 也是一样 这个飞机呢 到了这个 快要到之前的 那一段时间呢 就是大家也睡醒了 就去上厕所 所以厕所 就很脏很乱 那当然 这个本来 空中消息也都 那后来 空中消息也要准备 这个吃饭的东西 他还没有时间去弄 那所以 那一段时间呢 厕所是最脏的 最脏 那弟兄姐妹 感谢神 我就进去 我也没有 我就觉得 是不是 这个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 我就去把它整理完 弟兄姐妹 当我整理完了以后 我就离开 离开的时候 我回头一看 我就觉得 哇 这个跟 跟那个 空中小姐 这个他们整理的 这个 这个规模差不多 我很高兴 我就走 但弟兄姐妹 当我走的时候 我就觉得 天父呢 用笑脸来看我 所以弟兄姐妹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总可以思想一些 我们可以对 这些还没有信属的人 我们就是真心的 来对待他们 有一个 这个姐妹 她在 在那个 这个 这个supermarket 超次 做收银员 很小之缘 那弟兄姐妹 她就想说 我怎么样祝福那些 每一天 我都那么多人面对 她就想 她就准备一些 有一点类似恩典卡 就是 她就买了一些 这些 这个祝福人的 这个卡片 上面都有一些经文 她就打完了 这个 收完了钱 就是上帝祝福你 又给她一个 你知道后来 这个 这个 本来很多条的 这个收银 不是很多个 就是为了节省时间 你知道 这个旁边 其实人都很少 很快 可是她这一排呢 就排很多人 为什么 大家为了要得到 她的那一张 那个 那个恩典卡 恩典卡 所以丢前面感谢神 后来那个 这个老板就说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她说 我就要祝福 那后来 这老板就看见 那么多人 那么喜欢她 所以就 就容许她 继续这样做 所以丢前面感谢主 不要为恶所胜 反要以善胜恶 在每一个地方 撒下爱心的种子 一个微笑 一个鼓励 一个关怀的心动 一个同理的心 弟兄姐妹 我们正在栽种生命 我们就会收割生命 弟兄姐妹 感谢主 上帝赐福给你 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 你都可以为耶稣基督 做荣耀的见证 别忘记 耶稣说 你们是光 你们是盐 我们要发出光来 我们要发出盐的味道来 主与你同在 阿们